前一天晚上 透過幕僚發出道歉聲明之後 考試院長官中上班之前 再度表達歉意 事實上我表明了 虛心檢討 接受所有公平 我想我的意思 就是道歉的意思 但是感覺得大家好像認為 不夠滿意 那麼我想還是尊重名義 還是大家希望我道歉 我就道歉 不過談起接受物理治療的原因 又讓他想起傷心往事 人家介紹 而且他很有名氣 我早就知道 但是從前沒有這個需要 從來沒去過 因為去年下半年的確身體不好 我主要是睡不著覺 所以身心疲憊 他的效果就是讓我能夠睡覺 後來我半年之後就 稍微好了我就沒有再去了 前後就是去年下半年的 到今年年初的事情 去年女兒過世讓她深受打擊 關中講到一度哽咽 對於在野黨要求下台負責 她交給長官決定 公眾人物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我們對自己負責 我想我處理了 如果上面認為不滿意的話 她會交代我的 自己的去留 關中不戀戰 兩度道歉 希望風波就此平息 鄉親父老兄 你現在大家晚安 我是口氣以後 觀眾剛才那裡說的話 還有哽咽的那樣的一個樣子 說的是女兒子 所以她的身體不好 所以需要去做物理治療 在這一點 我相信不管是朝野 大家都有辦法了解 但是另外一方面 她在一般的最晚時間 一個星期三天去抓人 她的態度是不是人民和社會的感覺 我就接受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我們要接下去 跟各位介紹我們現場 市議員來面 第一位聽說 歡迎高雄 大家好 再來我們立委 許天才 大家好 再來立委 葉宜貞 大家好 再來紫生媒體 我們翁水町 大家好 來我們來看一張 今天蘋果日報 考試院長 翹班馬桑基 寫得很大 每週一三五去報到 那她的辯詞是 我是責任制 考試院長關鍾 召北市議員 彤仲彥踢爆 翹班坐公務車去抓龍 去抓龍 彤仲彥昨天公布影片 直擊關鍾上班時間去按摩店 他痛批 關鍾會為公務員表率 應該盜竊下台 那麼關鍾反駁 翹班說 指政務官員 這是責任制 翹班說 不可以用在我身上 絕對對起 國家給我這個工作的待遇 這當然會讓人家 又有別的說法 這我們來看一下 翹班今天 上班時間按摩 考試院長關鍾道歉 關鍾昨天原本說 政務官沒有固定 上下班的時間 他自費做物理治療 沒有違反規定 他是他說的 對得起國家 給他這個工作的待遇 不過關鍾深夜 又急發新聞稿表示 此事造成外界觀感不佳 深感不安 對於未一規定請假 也表示歉意 未來會虛心檢討 這個角度 是完全就是論事的角度 不過他剛剛說 民意需要 希望我道歉 我就道歉 似乎又有一點 恭喜財 好像又不是那樣的一個認知 怎麼來看 好像有點心不甘情不願 他昨天深夜道歉 我想很多 昨天晚上 幾乎所有的政論節目 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他看到事情大條 所以再出來 再度表達他的歉意 其實關鍾這個問題 一開始其實很簡單 他的問題 首先一開始只有兩個 第一個 他不應該用上班時間去 第二個 他不應該用公務車 不應該帶隨戶 因為你只有從事公務 才可以做公務車 隨戶是幫你做公務的 不是跟你去抹殺機的 其實這兩件事情 他如果出來誠心道歉 其實事情就過這樣 民民可以接受 我想你因為你仍難免 而且這種錯誤 這種錯誤也只是 不是到違法的地步 你一開始第一時間 誠心誠意的出來道歉 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結果沒想到他跟你講 我上班 我是責任制 我沒有上班 我愛去哪裡就去哪裡 我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 但是事實上 他又有另外一個說詞 他說為什麼要135去 因為那個朱素欣 那一家按摩店 營業時間就是那一段 到下午6點 其實我們後來看媒體的報導 原來他還有道府服務 李觀中你這種卡笑 你要請他來道府服務 我相信絕對辦得到 他絕對跟你約了 所以這個強辭奪理 讓觀眾在第二時間 又要出來再道歉 可是道歉整個情況 我覺得觀眾已經氣衰了 今天我相信觀眾朋友 包括在座來賓 都會諒解他女兒過世 他那一段時間 他的身體不好 心情不佳 但是現在已經不是討論 你觀眾做得好不好 對不對 今天是你坐在 好試驗那個位置 你是要要求公務員 奉公守法的人 結果你現在氣衰了 你怎麼去要求公務員 你要求公務員 人家公務員跟你講 你上班那天去抓零 那你怎麼要求下去 你給抓零我可以不能摸魚 我們看一下 其實觀眾過去有一些話 拿來作為公務員表出來 其實是滿恰當 我們來看一下 關中語一路 高官心中須有一把尺 考慮外界的觀感 要有肩膀承擔政治責任 過來 公務員最重要的連結 誠實 要更要公私分明 絕不能以私害公 不但心安理得 也不會發生事情 身為公務員 就要接收到很多的束縛 位更高 就有更多事不能做 過來 政治人物常常犯兩個錯誤 一個是私言 一個是原謊 翻證堆了 我想也不必一個個念完 現在問題就是說 以影響自己的聲譽 跟政府形象的修正 便涉及 這是他自己說的 涉及之所進退的政治人物問題 因為你進武官 他說是代表政府 這樣的一個語錄 大家其實還滿熟悉 是他說的 怎麼來看 柯慶的議長 他就是在柯公務員 他就是在分育 培分公務員 他就是在 科學公務員 公務員的聲稱 鼎鼎鼎都一貫 所以是要做專國公務員的表率 他這個時候 為了他的民主 他要下樓梯 人民看作 傻傻 爽爽 好片 他過去說的 有 那有用得理 是 那真的是有 學問人說的 是 結果今天都很不一樣 什麼政務官和事務官有不一樣 政務官是經驗的 所以上班時間 可以自己做什麼就做什麼 開玩笑 上班 平常上班 在上班時間 事務官不可以做的事情 政務官不但不可以做 遊玩不可以做 警察不可以做 因為政務官做頭 要去管理人 要去認同人 要去應付的需要 要在報告的事情 主管怎麼不在 他政務官 跑去抓人 我們現在是無官 拆積 不然要站上來 大家小小來抓人 來得到一旦 是啊 所以 所以 強詞奪理 歪理 萬篇 還說得出來 所以 屬後這個態度 這樣不對 讓大家會慶心 原來國民黨 統治集團 他的 這種 麻政府的集團 都是身體 是 這張做法 所以 到底 這樣國家有救不救 所以這個時候 危機是出財 他這件事發生後 是 讓他拆後 他歡迎 回應的態度 是 現在人家都是貪便宜 還是說 行方便 是 下班時間就要到了 要跟著半年前 中時比 煎熬 中間接觸來 滾得好 早上高點 去簽署了 再去替太太買菜 那個時代 已經過去了 所以這年 政務官 事務官 都要 尊重政府的體制 都要 尊修 我們上班的 規矩規定 一切規範 沒有什麼人 說用了 這件事 這件事 就要給他體制 有什麼特別 沒有就是 所以他這件事 做得很賣的 很賣的 會喜歡 來 這個 宇進立委 觀眾 如果在這一次 在第一時間 他就出來說 那個時間點 剛才是我的 族竟有遜過的時 所以我很難過 身心俱疲 所以人家介紹 我去那個地方按摩 我是為了身體的健康去 那我忘記請假了 因為我的女兒過世那段時間 其實她可以請假 我們如果要人道一點講 不然你請假 請假就沒這件事 那我也沒有請假 很抱歉 這樣子的話 OK 不是 你現在你是考試院院長 你講那個話 讓全大家傻眼 真的是傻眼 你考核 你是全台灣的公務人員的表率 結果你說 我這個是責任制 有什麼不可以 好 我還對得起 國家給我的這份薪水 但我就開玩笑說 現在沒去抓癢了 對不起 沒有上班時間去按摩的 你對不起國家給你這份薪水 是不是 而且我們最近還知道 公務人員反彈很大的就是說 公務人員應該要有 有一層是打餅的烤雞的 好你要求人家打餅的烤雞的 你去上班時間去按摩 要不要打餅 你上班時間去按摩 告訴大家說你對得起這份薪水 然後轉一個身 要求公務人員裡面要有一層是打餅的 是 這些公務人員怎麼會服氣 怎麼讓人家服氣 前一天自己去打卡 今天早上要去打餅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就是他失敗的地方 我還是覺得說實在了 現在整個我想以後考試院或 再說要給公務人員一層打餅 大家一定更不信 我們將心比心就好 朱祺琳 謝志偉 告訴他他做過新聞局長 也做過助德代表 我們把時間倒回轉 你現在新聞局長的新聞 總務官嘛 謝志偉4點40分 公務車隨附 那時候你是沒有隨附 我們有隨附 做會把你載去一個地方去抓人 按摩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可能是因為你們沒有 完結啦 不管啦 反正我們就是這樣 不可能 只有可能我帶我太太去 45分鐘之後結束 然後車再來把你載我離開 今天你叫人這樣拿出來之後 請問國民黨你怎麼辦 我問你嘛 國民黨你怎麼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GLO的意思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就是新聞局 另外意思就是game is over 一定game is over 我們用將心比心 一地而處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謝志偉出來 開記者會說 政務官是沒有時間的 不是上下班制的 我是責任制 所以呢 我已經怎麼樣了 所以我只好去做 45分鐘的物理治療 我對得起國家給我的這份待遇 然後就走了 他說葉晉立委說他減後 其實長啊 我這樣坦白的 今天那個氛圍我看到有人寫文章 或氛圍是在講說 我們知道觀眾他很疼 很小 很愛他們女兒 而因為感情的因素 他們女兒不可以 跳樓自殺 對吧 我知道這個事情給他很大的打擊 因為聽說他們女兒結婚一天 他在那邊靠到那樣 他媽媽還把麥克風調到那邊 所有賓客都知道 我們知道他疼女兒 疼得很不捨 那跟今天這件事是兩回事 那是因為他身體不舒服 你去抓人OK的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講的是 你身為一個考試院的院長 不應該在上班時間離開 或許你認為你政務官不是上班時間 可是你的考試院還是上班時間 你的隨後司機還是上班時間 用的還是國家的資源 你去那個地方 去做這種事情 不是說什麼壞事情 不過第一時間如果你承認 我沒有請假 不妥 道個歉 這樣就好了 就沒事了 結果你是那種意氣風花 你是認為說我沒有做錯 一直到晚上你發現大家都要批你 如果不重要 抱歉 中國四部跟連內部 全版的捕捉 為什麼捕捉 全版的捕捉在捕捉這件事 就表示這件事 真嚴重 真大條 所以今天一道歉 這個如果是昨天發生 其實會更好一點 這段先到這 小小小的角度繼續 道歉 老師院長關中被爆料 上班時間搭公務車外出按摩 雖然已經道歉了 但還是語波蕩漾 官員被問到這個問題 都尷尬回應 那您會點多去按摩嗎 我沒有按過膜 我家有按摩液啊 我沒有按過膜 所以覺得考試院長關中去按摩 你有個人的 我是做按摩椅的人 哈哈 政府關定沒有所謂的 早上就頂到 早上晚午這樣上班 固定上班時間 不太會了 沒有意見 承認考試委員的人事行政總處 人事長黃富元 淡定不表示看法 不過在野黨可就不客氣了 做錯了就應該道歉 不是說什麼基於什麼社會不安 然後道歉 那種心不甘情不願 那個時間點 剛好他的那個女兒過世 人當然你有病痛的時候 我覺得在情理上 應該是可以接受 假如他今天是說吃喝玩樂 他帶女朋友 那這個就不可原諒 為什麼半年前 發生的事情現在才來報 是不是因為他要去整頓公務人員 讓人家得罪了人家 藍營幫關中款頰獎 綠營緊咬不放 要不要下台 這個是官院長他自己的道德標準 當一個考試院的院長 要當公務人員的表率 他的道德標準 應該比公務人員還要更高 有這麼嚴重嗎 在野黨有點小題大作 我覺得繼續追下去 也沒什麼意義 關中按摩事件發酵 曹爺立委有批評也有聲援 好 很奇怪 連這件事也分成藍綠 我們看到藍給他換夾 綠認為可能你的考慮是不是要落台 我們的看法是說 事情的嚴重度沒有那麼高 但是態度可能會引起人民的非議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馬政府 也就是馬政府市政府官員跳班的概況 總統或者是當市長的習慣 我們看一下 何鴻隆前台北市民政局長 颱風天西旅秘書出國旅遊 結果請辭下台 周韻彩前台北市研考會主委 翹班大公務車副健身中心電瑜伽 請辭下台 還要追繳新知 過來 來 朱雲鵬前行政院政務委員 翹班大高鐵南下嘉義會女友請辭下台 來 現任的監察院長王健宣上班時間 於監院未有人證婚 其實還有用監院的各種的設備 結果未於處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可能如果有結果的話 不見得是位於處分 也有請辭下台 甚至還有追繳新知的 大家來做參考 來 我昨天其實我昨天沒有講名字 我講就是朱雲鵬 朱雲鵬當政務官的時候 他是負責經濟政策方面的協調 結果有一天他不見 被記者發現 原來帶女朋友去南部搭高鐵 去南部剃頭 就被逮到了 被逮到了媒體當然都把這個報導出來 可是我昨天講 我都說人家朱雲鵬至少有肩膀 這個事情被爆以後 人家就辭職了 就下台了 那你說今天帶女朋友出去玩 那也是責任制 我帶女朋友出去玩 我要不托不強 女朋友是正當的 但這種情況下 他的情況其實跟觀眾來比較 也沒有什麼情節比較重大 也沒有 而且按摩 觀眾為什麼一定要說 他去做物理治療 因為按摩 麻索機 抓龍 這些名字 即使朱女士 朱老師這一間 可能是做青的 警察局跟他講話 都一做青 但是這幾個名詞 在台灣的社會 台灣的民間 有很負面的形象 是 折鈴 麻索機 尤其是麻索機 播一整天都這樣播 觀眾上班時間去麻索機 播到這裡不聽 所以我剛剛講 我說問題已經不是 觀眾到底有沒有做錯事了 已經不是 你今天媒體把你這樣來報導 你的處理這麼差 這麼爛 你自己剛剛主持人給大家看 觀眾自己也說 關接越高不能做的事越多 你今天到了一個考試驗院長 在上班時間持體馬索機 這個無所謂嗎 這個可以做嗎 你觀眾在要求公務員的 你怎麼樣 以後怎麼可能再要求公務員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不是 觀眾對不對 應不應該的問題 我覺得說觀眾現在坐在那個位置 他沒有辦法再領導全國公務員 在這個情況下 為了國家 為了公務員體系 為了國家政府的健康 我覺得觀眾 應該比照朱銀鵬那些人 趕快辭職下台 來 田財兄 我們今天大家已經在煩惱 我們的財政很壞 大家在煩惱說 我們的政府 公務員不夠認真 所以把國家換到外交出 所以這個時候最重要的 就是要重建人民對政府 尤其對公務員員的信心和信任 這個時候 新聞議長 那是重要的政府 警察要依心做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照他的說法 這樣會通 這樣我在這裡要複裕 全台南市市民在 探討院內心 所有的公務員 所有的政府官主管 都不敢在上班時間 在台上剔頭 洗頭門 都是用下班時間 在洗頭 這樣要向他們 大家擔心一下 他們說 你以為要拍替頭 原來 這個市長拍替頭 會像我約束的 愛都市 愛人民 可以說 情政愛民的公務員 是這樣 含一分鐘 就不敢跟議民拼 這個不正業的 大家議民的頭上 說他都不會對付大家 這樣 今天事件發生了 你也說 對 我真的不注意 時間上不注意 有這個方便 大家兩回合 我以為比較認真 這樣就過去了 今天又在坐 不是那麼坐而已 我們本來是要跟他上檢察院 結果檢察院今天又跳出來說 他說他替他報期 檢察院長 王健鮮 看到大家在被譬 說跳出來替 關中院長報期 這樣他們都一群 關關相戶 他們都自己的人 我們都不是我們 他們心目中的人民主人 這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有一天關中院長上面 放了一個公文 某某高階事務官 因為上班時間去買菜 或者去按摩 要被譬如說 要被撤換職務 或者復發 所以這個 他要怎麼簽 沒錯 剛才羅書雷委員 我記得他這樣說 他說這個其實沒什麼 可能是他去得罪了什麼 特別是他現在要整頓公務員 半年前 現在要整頓公務員 這個問題就來了 對啊 你這樣怎麼整頓公務員 問題就在 你這樣怎麼整頓公務員 公務員告訴你說 你可以 為什麼只滾 做官方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你去聚靈可以 我如果上班時間沒用 早去買一個菜說不行 洗一個頭說不行 替一個頭說不行 你怎麼整頓公務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剛剛看到了 做運彩 跟關中院有什麼不一樣 你說去練瑜伽 對啊我去健身練瑜伽 跟你去物理治療按摩 有什麼不一樣 都是為了健康 我也是坐公務車去 你也是坐公務車去 我也是為了健康 你也是為了健康 我也是政務官 你也是政務官 為什麼他可以他不可以 我們這個整個國家就 公務體系就亂了套 沒有一套真正 可以整頓公務員的辦法 特別你還是考試院的院長 我們覺得比較遺憾是 現在又加一個監察院長出來說 這樣整個國家的體制都亂了套 這個 他剛才說是人民希望我道歉 我就道歉 這句話恐怕沒有辦法 平息民怨 來 這個順調 這個 檢察院的院長王建宣 他有說 他說特別 根據這個事情來做一個 他要反問 一般的公務人員在上班的時間裡面 利用公務電話打電話回家 是不是跟觀眾一樣 有公器適用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 有多少 現在有多少政務官請假看病 有多少政務官是不帶隨父看病 他的意思是公器適用的部分 大家都要來批評對不對 他說得很好 所以更不能公器適用 很簡單 我今天就 我們不要換了位子 就換了腦袋 很簡單 我一直講 麥英九不是喜歡找阿扁前朝 我們就把他又回到前朝來講 今天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的政務官 你會怎麼樣 你國民黨會怎麼樣 你國民黨的一些官員 你會怎麼批評 很簡單 這就是將心比心 按摩不是問題 按摩不是罪過 物理治療 讓一個有上女之痛的老鼻 失眠可以 我們沒有責怪這個地方 我們責怪的是 你 可以親一下 嘴巴 口頭講一下 要不然發生就已經發生了嗎 不然你長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抬頭把他軟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就好了嗎 所有的事情不能解決了嗎 你不可以抬頭 因為你自己正人必先正己 你在考試院長這麼高的位置上面 你一再要求全國的官員要怎樣 結果你自己給人有瑕疵 讓人家可以攻擊你 所以面對現實 坦然面對坦然認錯 什麼事都沒有了 我昨天事實上是覺得 這個官員長的態度是不太對的 不過後來我在今天看看這個吳敦義 我又覺得好像官員長比較好一點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後面再來談我們的吳敦義 我們的副總統 這段時間到這裡休息一下 謝謝 一週刊七報 副總統吳敦義跟黑幫老大私下聚會 從這一張照片清楚看出 吳敦義身旁站的就是國民黨中常委姚江玲 最旁邊的就是竹聯邦天龍堂前堂主陳衛明 這是今年7月13號 三個人一起在台北市海峽會俱樂部拍的 陳衛明是何許仁 他今年52歲 縮號叫做衛明 不但是竹聯邦天龍堂前堂主 也曾經是警方迅雷掃黑重點打擊對象 因為涉嫌暴力介入自來水公司採購違標 遭到檢察官起訴 我心裡想我總不能 總不能說你拿良民證出來 我們再來拍照 我沒有私會他 我之前不認識之後也沒聯繫 就那個拍照的當下 就這樣一拍我怎麼算私會呢 錯誤 一花皆目 那天我們是跟吳芙這邊在吃飯 隔壁那個陳董他看到我 他知道吳芙在那裡 想說要進來跟吳芙打個招呼 就是說要拍個照 拍個照連敬酒都沒有就離開了嘛 就這麼單純 被點名的關係人都說這只是單純合照 不過吳敦應常常跟各界人物聚餐 在政壇早就是公開的秘密 聚餐的地點除了這間佔地 1400多坪 位於敦化北路上的海峽會俱樂部 還有這張照片中 吳敦應在今年1月14號 與商界媒體界甚至司法界等人士 在101大樓85樓餐廳聚餐的合影 吳敦應在小姐的鄰谷伴奏下 一盞歌喉看起來十分開心 從中替吳敦應拉攏各界關係的就是他 被外界封為北所地下所長的前台北 看守所總務科科員以利群 只不過吳敦應交往如此複雜 與他人的合照更被四處流傳 難道不擔心有一天會霧彩地雷 你看我坐高鐵很多人 不但合照還有獨照的 廟會昏傷喜慶常會碰到人 那我怎麼知道他是出身哪裡 過去做什麼事業 難道我每一個都說 你良民證拿出來 看看從生下來到現在 都沒有做過一番違規的事 才可以拍照 外傳馬總統要嚴覽吳敦應 明年擔任國民黨副主席 並讓他操盤2014年選舉 如今卻因為與黑道的聚餐掀起風波 使得繁雜的交際網絡曝光 難保不會成為馬金團隊的衛報彈 一家店 我們其實是要問 怎麼又是他 搭高鐵只有他一個人在搭高鐵嗎 很多人在搭高鐵啊 出去外面吃飯 很多人在吃飯啊 怎麼又是他 我們來看看 好 我們看今天的一週刊 吳敦義私會主聯邦大佬 既和更生人江青梁同遊大離島後 副總統吳敦義再被踢爆 和黑幫大佬私下聚會 知情人士指出 今年7月13號 吳在有台北地下看守所所長自稱的 台北退休人員以立群的安排下 與竹聯邦天龍堂前堂主陳衛銘 在北市海峽會的俱樂部會面 這個台北看守所地下所長設宴 這咧 過來我們看兩碗 吳敦義回應請 遺花揭目不道德 一週刊今天報導吳敦義副總統 與前竹聯邦的天龍堂堂主陳衛銘等參序 吳副嚴正博斥周刊遺花揭目 他說他在眾目睽睽的場合與人合影 卻被說成私會 周刊回憶雄黑不道德 吳敦義表示 當場介紹才認識 可向照片中的姚江玲求證 所以姚江玲跟他是很認識的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過來 吳敦義無奈地指出 不論搭乘高鐵 參加地方性的活動 婚上喜慶 自己競選或者幫黨員助選 都會有民眾或者集齐駕 要求合照 我總不能和每個要求合照的人說 請拿良民證 看看是否有做過違違的事 我們再排除各位朋友 頭前說的都OK 他後面講的這一句話 你就讓人家覺得 又是油腔滑掉 其實我們就要問他 你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那麼這種事情 老是在你身上發生 我們請求一個 二十幾年的資深社會記者 來 順頂怎麼來看 我說一個最簡單的 得理就好了 呂副總統 呂秀蓮做貝尼副總統 是 有這麼多屬非嗎 有這麼多屬非 這個 吳敦義副總統所說的 也是屬世 補分啦 補分也是屬世 他沒辦法知道 你首先是新聞情 涼民證 新聞情上面 沒有把你當兩次叫做黑社會 當三次叫做黑社會 對吧 這裏內裡有些人 我認識 引力群 引力群在台北看守所 沒有錯 他的確有 我們私底下大家 採訪記者也好 白龍都也好 因為他空高 長袖散武 黑白兩道高情非常好 所以大家都私底下戲稱 他是台北看守所地下所長 他只是一個科員 對 但是在台北看守所 跟台北加工裡面 有時候 基層的資深員工 是比 典獄長看守所所長還大 因為他直接接觸到這些 所謂在裡面 叫他們收容的 還是說 在服刑的這些是收刑人 他們是貼身 貼身跟他在一起的 這就是個事實 當時引力群也是因為 捲入了張朝亮 喝紅酒最鹹 張朝亮可以放在裡面 有紅酒可以喝 魚翅可以吃 事情撲了 因為他喝熱水 結果事情撈出來之後 才因為這樣子被迫退休 這是屬性 這個 魏明 陳魏明 對聯邦的大佬 他想說 竹聯邦裡面 天龍堂的創堂堂主 他的個性很衝 他是一個很衝 武教的 我們說武將就對了 有文臣武將 文臣是動腦筋的 竹聯邦裡面的確有 各式不一樣的人 他是黑道大哥 這是一個事實 當然這裡面 到底是周刊 講的那個樣子 還是 吳敦義一講的那個樣子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在現場 不過我要提醒 吳敦義副總統就是說 參加很多的婚姻院 之前你要想看看 林毅市 提6300萬的時候 他說是什麼 衛明服務 他不是立法委員 他是行政的秘書長 為什麼要衛明服務 你現在已經是副總統 這個事情是 七月發生的參院 你已經是副總統 你沒在選舉 你不是立法委員 你也沒在選舉 這時候副總統 講難聽一點 就要當一個沒有聲音的人 很多事情不能做 八位總統 對不對 所以你要越單純 越低調 越沒有聲音 越好 人請你這麼多婚姻 當然是好意 想要跟你認識 還是跟你介紹很多朋友 建設公司 媒體 還有很多 連行事叫高官 警察高官 都有 可是 裡面 就像你講的 我剛才你講的 我又不知道 我又沒看梁明正 我怎麼知道他是誰啊 那你既然不知道他是誰 任何一個路人 假跟路人 要求跟你合照 你就可以跟他合照 要求跟你敬酒 你就可以跟他敬酒 隨後腳就擋開了 很危險 非常危險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你的身份 不宜在外面 繼續拋頭露面 為今年林醫師七月 但是沒有到現在 對不對 已經整整半年 吳敦義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跟自己的角色 不應該繼續在外面 拋 說什麼 去外面這樣 拋頭露面 做真的 但是附很多的怨 繼續製造這些 無端的是非 是 我們之前也講 吳文忠 怎麼又是你 結果 結果 全台灣人都在問 這個副總統 到底 把這些 黑色的這些人 貪污舞弊 還是說圖利的 這些人都喇喇著會 這個我們 勇往你嗎 吳敦義又想 撕兩拨千斤 是 他講他一口水 可以解決問題 又說這個 一週間的報導 是一發接目 可是觀眾朋友 包括在場的來賓 我想大家擔心的是 是不是真的是 黑道治國 吳敦義怎麼跟黑道 那麼靠近 吳敦義怎麼跟黑道 那麼熟 大家馬上會看到這個報導 一週間的報導 大家的第一個疑慮 你今天吳敦義如果不是副總統 誰管你幹什麼 你今天是副總統 我們的貨府在你手裡 你知道嗎 你今天被一週間拍到這樣的照片 大家各自解讀 你說一發接目 可是我們的感覺不是這樣 你講一發接目 四個字就可以解決嗎 他其實應該講說 我以後會更謹慎 謹慎那不行那更隱密 更黑道這邊更隱密 你們更細 我覺得我們來還念一下 7月13號 就過去這個暑假 暑假開始的時候 那個引力群 那個專門在幫這個吳敦義 扮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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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人來挺吳敦義的 吃飯的都在那個10185樓 不然在海峽會 就這兩個地方 就引力群那一天在海峽會 的一個房間 這個召集了 包括陳衛敏 這是竹聯邦的以前的這個堂主 在那裡吃飯 隔壁的驚慎是有吳敦義 跟那裡剛好 跟那裡剛好 不是只有那裡剛好而已 大家剛才說到 副總統的安全 你今天這些 負責安全的國安系統 他不要去查一下 隔壁的驚慎是什麼人在吃飯 一定查 一定要查 一定查 國安系統不知道 裡面有一個竹聯邦的人 覺得副總統跟隔壁的人 隔壁在吃飯很安全 自己人 就是自己人不太安全 所以人家會有這種猜疑 所以是引力群引戒 不是姚江林 姚江林是在照片裡面 是引力群這個人 是你吳敦義的人 引力群引戒 這個陳衛敏來見你的 到最後才有拍照照相這件事情 所以吳文宗這件事 因為查到吳文宗 又停在那裡 所以他老心在在 還給你油嘴滑舌 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說我幹嘛 黨政高層透露 馬日前與核心幕僚商業 明年將由吳副回任 國民黨副主席 並且由吳敦義來操盤 國民黨黨主席的主席改選等 黨籍選舉 以鞏固馬領導 如果順利的話 2014年七合一選舉 也由吳來主導 讓吳趁勢布局接班 選舉成敗 也由吳負責 為馬購足防火槍 要求我 那吳敦義要靠什麼 靠這些關係嗎 讓人真的 要捏一把冷汗 我副總統不是在做 中華民國副總統 是在做 馬英雄總統要選 他們國民黨主席的炒拔 現在已經開始 在百條 開始在做 如果這個報道這樣的時候 我們這個老青館 是 我們在這個 近年十月二十歲的時候 BBC中文網和新法網 報到一個消息 就是日本的法務大神 田中青秋 引救辭職 為什麼 因為 和黑社會有來往 是 這樣就下去了 是 這樣就下去了 中國都有黑社會 沒有辦法 你都不可以這樣 但是你這個政府官 你一個國家的領土改善 是 那要和黑道的記民 那是要很小心很小心 因為 你總統副總統 頂頂這個大官和記民 我們警察要怎麼抓人 是 我們檢察官要怎麼起訴 是 法官要怎麼破 對 這過去 已經是治安對象 是 治安人口 這已經也是檢察官 起訴的對象 是 已經有健安在身 是 這個國安系統 竟然 這張人物 要什麼記民 都很不孤立 都很不正主 是 這也很奇怪 一定有的 但是五年還要記 沒有人敢當 是 所以立國副總統 在這個時候做出 這個這個禮拜 會這個說 會喜歡出來 一後 有票就好了 是 黑貓白貓 只要會做老實 通通是我的好貓 管你什麼道 管你黑什麼白 只要幫我當選 通通都是我的好朋友 這樣國家就亂了 是 現在馬英九的黨主席 總統沒辦法罷免他 暫時 黨主席 有可能把他幹掉 所以馬英九 現在真正擔心 是黨主席的選舉 在這個時候 出現這樣的一個訊息 我們真的覺得 國民黨你是集政黨 馬英九你是總統 所以 我覺得馬英九 你要小心 你這樣讓我們看起來 好像要選國民黨的 黨主席還是副主席 要去拜碼頭 要去跟黑道拜碼頭 你們國民黨現在是怎樣 是黑道在控制國民黨嗎 不會吧 三紀國要去跟陳英柱紀平 對啊 三總統 這三主席難道也要這樣子嗎 對啊 然後我們再說 今天他 吳敦英說得很對 我們民意代表 路上被人家認出來 有些熱情一點 要跟你照相 副總統也可能是這樣 可是今天你不是只有照相 我不是跟你亂用 你是誰吃飯 你是吃飯 你不可能說你不知道你吃飯 是做什麼人 你今天如果這個照相 那另外一回事 你是吃飯 你是跟人家去巴黎島玩 江青娘 你說那是更生人 是 你跟這個陳衛敏吃飯 你說我又沒有看他良民證 你都在睡 你的隨父都在睡 以前那個總統或者是 無論是陳水扁還是呂秀人 要出去了 隨父每一間都要問的 現在還是有 你以為現在沒有 現在還是有 我們覺得這個 你在當行政院長 跟在當副總統都一樣 那都是整個國家 獨一無二的職位 你這樣黑白剩菜 去找這些黑白的 讓我們會害怕 會害怕說現在是怎樣 我們這個國家 是黑道說了算了嗎 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副總統 跟我們的行政院長 可以跟黑道走得這麼近 我們是準備要黑道治國嗎 是 怎麼可以這樣呢 你教背 如果不是江青良 就是陳衛銘 就是還有一個什麼藥男 所以 現在是要怎樣 是 所以說 周刊也在說 大家也在說 那個引力群 他本性是在管人犯的 結果跟通緝 或者曾經被通緝的人 摸得摸摸摸 你副總統再去找一家 所以如果是在 包括在義大利 西西里這種 公眾的政治人物 你如果去到黑道 有關情形的時 恐怕吃不了 就兜著做 這支吹的黑道理 來 這段時間到這裡 休息一下 我多謝 謝謝 每次下鄉 副總統吳敦毅總是主動跟民眾互動 畢竟他一路從明代地方官做起 了解基層的重要性 和馬總統不沾沽的個性截然不同 可是隨著他平步清雲 交往的網絡 越來越複雜 屢次傳出跟黑道有牽扯 2009年10月 吳敦毅的妻子蔡立儀 替當時尋求連任的籃頭縣長 李朝金服選 身旁站著這位留著小平頭的男子 就是黑道大哥江青良 兩人不只一起站台 一周刊還爆料 吳敦毅夫婦還跟江青良 一起去巴厘島遊玩 在政壇引發爭議 當時吳敦毅是這麼說的 這十幾年來 他做很多公益的事情 他已經改過向善了 我們不講說更生人 我們不要排斥他 要鼓勵他 吳敦毅用辯解的口才 暫時化解這個危機 不過吳敦毅跟黑道 沾上邊的傳聞 可不只這一桩 早在江青良之前 當時擔任國民黨秘書長的他 就曾跟有幫派色彩的 台中中益公德會理事長林耀南 有來往 這一連串的交往脈絡 看來的綠營立委持搖頭 民意代表難免會有結交一些江湖人士 但是現在他貴為整個國家的 第二把交椅的副總統 他的交友還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真的會很擔心 現在是不是台灣是黑白不分 還是準備要黑道治國了 政治人物去認識三教九流五湖四海 都不是什麼特別奇怪的事情 但是同遊出國一起去旅遊 或者被媒體拍到交往如此之密切 我覺得這裡面都牽扯到 不可告人的 或者有奇奇怪怪的事情 政治人物想廣結 善緣本來是犀牲平常 只是身為國家副元首 外界看待的道德標準又高出一成 也難怪吳敦英的做法會冷出爭議 各位朋友這場聚會裡面 說實在在很多人眼中 在週刊的報導裡面 是黑白混雜 裡面有台北市的典域長 台北市的典域長 還有我們的副總統 還有我們進入所講的這個 本來是在官 在官犯人的 跟成績被通緝 大家都講這是竹聯邦的大龍 你副總統在這種場合 跟他們做會 不管你怎麼講說不過去 然後你說你不知道那些人是誰嗎 不可能嘛 所以吳敦英你說謊嘛 吳敦英作為副總統做這些事情 我絕對不相信馬英九不知道 馬英九一定知道 從更生人到現在 很多事情歷歷在會 所以周刊怎麼講 要請吳敦英出來 換盤替他把黨主席給保下來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 這是一種說法 不然你沒有辦法解釋 馬英九要鞏固他的黨權 他現在黨內對他威脅 想要取而代之非常多 國民黨藍維 藍領立委 有這樣的抱怨 說這個馬英九反貪 反黑 所以他都不敢用 那個明代出身的 因為林議士嚇到他了 其實錯了 這些國民黨的立委你們錯了 吳敦英呢 吳敦英跟更生人 然後跟這個主聯邦的 可以照相 可以在一起 馬英九無所謂 是 那個漂亮點 照這樣看說實在 你曉得記者做 真的如果是 管管或者抓黑道管犯人的人 跟這些人能夠抓 副總統再上去 你叫這些人 到我們第一線的辦案人員 司法檢調單位 要怎麼來辦案 所以做到國家的副總統 跟做民意代表立法委員 是不一樣的 今天你來參加這個 試驗的時候 你來參加這個 聚會 聚會 有的飯是不可以亂吃 有的酒是不可以亂喝 我請教你 今天這堂 有二十幾個人 裡面有 行事叫個高官 高街警官 裡面有錢 算說 以前台北看守秀的 資深的 管理員就對了 黑白人到怎麼空高 裡面還有點獄長 是台北監獄的點獄長 裡面有點獄長 有建設公司 尹尾鐵 還有特別來 競爭的黑社會老大 對不對 這堂裡面 我說坦白的 會給人什麼感覺 今天來坐大圍 坐大圍的人是副總統 是 所有在場的人 會覺得如何 什麼人搖車 我有知道民主 跟聽到 搖車副總統來坐在這裡 透露一個什麼訊息 我黑白兩道 我通吃 很簡單 當然我是為了以後 可能是為了什麼 我們不管 可是你就會讓人家透露 這樣的訊息 你也會讓一些 本身不一樣 包括生理人 包括黑白兩道的人 都會有 心裡面都會有一種盤算 為什麼 我要來跟你們交往 為什麼 我說坦白的 你如果是喝春酒 吃不下 你說我經常 天都民 死海幫 地點幫 我都很熟 你如果是記者 民意代表 這都沒關係 無所謂 但是 你今天如果做到 國家的副元首 難道 喝春酒 然後難道 吃不下 現在要吃不下 黑白要吃不下 你可以去嗎 你當然是不可以去 不一樣的新聞 你就要有不一樣 而且 真的要更加的謹言盛行 我們的副總統這半年來 屬非新聞都負面太多了 這個報道 這個報道裡面 二億二十個 用那些人數出去 副總統 站在那裡 跟他們一起 這個報道 遭到世界的媒體 世界的人 要怎麼看台灣 世界的人說 台灣比較偏 民主國家 法治國家 台灣最大的禮 叫CC禮嗎 哇 所以 台南這個地方 這個報道出來 台灣不知道 要再撩多少 監督 會補充去 這個已經看到 吳敦義怎麼說 他說我要問他們 你的良民證嗎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在內閣當過嗎 國安單位 沒有先去看你隔壁是哪些人 沒有跟您報告是哪些人嗎 剛好相反 當然有 你一定知道是誰 當然有 所以吳敦義是狡辯 很簡單說就是狡辯 我要再奉勸吳敦義 也許這個照片 還是黑道流出來的 那不可能 那是彩色 也許這些照片 還是他故意說 是不是他有 要脅迫你什麼的 所以剛剛 瑞德雄說得很好 你真的已經是副總統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飯不能亂吃 會不能亂去 你身為一個副總統 你以前那些 不應該的壞朋友 我都應該斷乾淨啦 說白一點是這樣啦 要不然的話 我看馬英九你自己要小心 要小心啦 馬英九需要他 這總統說 黨主席要處理的事情 他可能沒辦法出來處理 不 還是那一點要過啦 是不是太一樣 先集資料 還有更多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